多謝憲叔 如果大家想知道發生什麼事的話 就記得一起下去吧 給我吧 下去吧 對 Hidy今天知道我們去哪裡玩嗎 不知道你約我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2019年我們經常給自己挑戰 什麼挑戰 騎馬 騎馬 今天就決定去騎馬 你對馬熟識嗎 因為我小時候就玩太多賽馬遊戲 三角無雙的都騎馬 尺套那些一定會 有Buff 所以我相信對於我真人騎馬方面 有很大的加成 就是玩騎馬好像有點悶 那所以挑戰的話 就要做一個懲罰 OK 沒問題 那我玩一會兒 你問我三條問題 我問你三條問題 嗯 那看誰坐得最多 那坐得最多的就要請人懲罰 好啊 那我們一度過就馬上開始了 好 問你問題 你準備好了嗎 課馬過來 考考你 除了好像你這麼重騎上去 你知不知道平時賽馬講的 副榜 其實還包括些什麼呢 我就知道 我之前聽過是會跟馬仔的評分 加上雙應榜數的圓塊 但是 什麼還有的嗎 是會計算馬鞍的重量 當你適合一本 車 月薪而已 不如下題吧 我們來學騎馬就慢慢來 但你知不知道平時比賽的馬仔可以有幾快呢 跑一千米這樣算吧 你猜他們要多久呢 國家級的男子運動員 跑一百米大概十至十一秒左右 那 現在計算馬有四隻腳 我猜一分鐘都跑完了吧 有得這樣計算嗎 不過又被你撞中了 不要讚我啦 這些專家來的嘛 那最後這一題了 你懂不懂看你騎的一隻馬仔 它是適合跑短途啊 還是長途啊 嘩 那是猜猜的 這麼猜的 看你的樣子也是不知道的了 其實是要看回馬仔的性格的 短途馬就要活潑一點 長途馬就要文靜一點 你又好像說得很有道理 不是好像咯 是真的咯 一陣到我問回你的時候 你就知道死了 是啊是啊 好害怕啊 話說回來 為什麼我們沒有那些很colorful 很漂亮的騎士衣服穿呢 那些呢 就叫做彩衣 是由馬主親自設計的 每一件都獨一無二的 哪有這麼容易給你穿啊 Hidy 現在這麼近距離 看著我剛剛騎的那隻馬仔 嗯 你怎樣看她的心情好嗎 太簡單了 就是看她的耳朵 如果兩隻呢 就這樣暑氣的話 就代表她們開心 如果她們向後平放的話 就代表她們不開心 就這樣啦 如果一前一後 就代表耳朵 但是如果兩隻 向前這樣放的話 就代表她們好奇 你又懂 難道我學過兒來神掌 又告訴你嗎 剛剛那條太簡單了 好 所以這題呢 就會再難多一點 少少 少少 現在呢 看到這麼多一隻馬仔的顏色 那究竟賽馬的馬仔 要哪四種顏色呢 分藍色這些東西 女生來說太簡單了 對 又很簡單 就是有 啡色啦 有灰色啦 有綠色 有綠色 還有造色的 為什麼你又會懂呢 我都說是灰色的 來 最後一條 那你改名呢 有什麼字數限制呢 太簡單 又很簡單 它中文名呢 最少是兩個字 最多是四個字 而英文名呢 最多呢 就是可以十八個英文字母 哇 比你適合 那你不如睡進去吧 好嗎 拜拜 你睡進去吧 你這麼熟悉的馬和馬玩吧 不要回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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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 就是這樣啦 阿騫呀 看到學書啦 唉 讓一下你 不過呢 今天真的挺好玩的 是 很緊張 很刺激 因為呢 我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 去 面對馬仔 而且我還偷偷摸他們幾下 哇 有點變態 平時呢 看到網上有關於馬仔的資訊 但是呢 第一次騎馬呢 哇 真是很難忘 你要控制馬仔的移動方向 這下真的不容易 你要拉到左邊的繩子 就會向左走 那樣 我超怕自己掉下來 對啊 這次的影片都拍到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有什麼想要記得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最重要是記得訂閱我們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